我聪明嘛 我也想找一个比我更聪明 或者跟我一样的 所以就不太好找 完了就一直这么长时间 就一直在找 不是我不想找对象 真没遇着合适的 理解了哈 理解了 但是今天小伙给十六姐的 这个评价很高啊 是吧 我回家看看大摘门 恶补一下 好好好 现在是场上十六盏灯都灭了 接下来小伙子爱咋咋地 这个就不选了吧 为啥呢 通过我们对话的时候 我就在想 感觉最后还是有点 达不到标准吧 达不到对方要求的那种标准 达不到他要的那种标准 是吗 这个放弃是你自己的选择 但是却让王哥更加怀疑 想我的你实话实着 你是十六姐派来的使者吗 感觉你今天的出现 就是要为了给十六姐 一个说明白的机会一样 能把你的意中人公布给大家吗 我们很怀疑 既然大家想看呢就看一下吧 台上不争取了 但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的意中人是谁 是吗 对啊 好吧 来看一下 上场的时候选择的意中人是谁 十六姐你这么聪明 整个过程当中有没有猜到 感受到 这个真真没 真没有啊 你